如果他的父亲上场,成龙、刘德华、曾志伟全都要靠边站。 在浙江卫视《我不是明星》这档综艺节目中,有一期来了一对自称是明星之子的亲兄弟。 他们分别叫洪天明和洪天祥。 上台后,主持人便让二位开始介绍自己的明星父亲,洪天明首先介绍道,我的爸爸是一个演员,洪天祥几乎同时介绍道,我的爸爸还是一位动作导演。 图取自刘日脸书,洪天祥脸书。 接着弟弟洪天祥继续介绍道,他拍过接近120部戏,而且还拿过香港金像奖和亚太影展的最佳男主角。 哥哥洪天明,他担任动作导演的戏也有70多部,同时也拿过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动作设计奖。 说到这儿,可能大家还是一头雾水,接着主持人让兄弟俩直接说出与他父亲合作过的明星们的名字。 哥哥洪天明和弟弟洪天祥依次列举了以下几位的名字,李小龙、成龙、甄子丹、袁彪等等。 主持人最后还要求兄弟俩直接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父亲。 哥哥洪天明用了一个胖字,弟弟洪天祥则用了一个短语一个威风的胖字。 听到这儿,估计大家应该差不多猜到了吧?于是主持人就直接让兄弟俩说出了自己父亲的名字。 不出大家所料,他们的父亲就是被誉为华语电影《四大功夫皇帝之一》的洪金宝,是著名演员,也是著名动作导演。 他在华语电影视圈的地位估计无人能撼动,如果要论资牌背,成龙见到他都得叫他一声大哥。 香港艺人们叫成龙一般是叫成龙大哥,但是在见到洪金宝时,基本都叫大哥大。 所以说楚成龙外,刘德华,曾志伟在称呼洪金宝时也都是一律尊称他为大哥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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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